被拉紧的感觉 这个信息是来自于我那个零拍室 现在的信息是来自于零拍室 有时候呢 宇宙里面有一种现象 不相干的信息 在哪个地方找到一个共振点的时候 也会有缴合 所以刚才有一个信息 今天的有一个信息 就讲到那个专利代理公司 简直是 怎么讲呢 专利代理公司把专利给变味了 给专利变味了 因为代理公司都在投机欺巧的时候呢 那么大家就变成这样 大家都在变通 大家都不是执事求是 大家都在投机欺巧 这样害得真正有方面的人搞得 觉得没办法 因为你不去投机欺巧 不变通 那些专利通不过 应该来说 每个人拿着自己的专利 专利公司应该按照审计情况 来承受这个专利 拿了这个专利以后 让专利审查员去审 专利审查员 当然有好多不明白 要背着他们去学习 你在这个岗位上 你就不需要学习 没有说你在这个位置上 你能够刮拿工资 那是不行的 所以说你专利公司 代理公司和审查员 应该像发明者一样 要不断地学习 要不断地创新 这样才能 换这些 你不能让客户来生意 你不能让专利代理公司 让客户来生意你 然后专利审查员 也不能让专利代理公司 和发明者来迎合你 这完完全全已经 本模倒置了 本模倒置了 本模倒置 腿为什么拉近呢 本模倒置的时候 人倒挂在哪边 人倒挂在哪边 所以本模倒置 腿拉近的感觉 本模倒置了 本模倒置了 所以这样的话 社会是没法进步的 现在社会太变态了 哎呦呦呦 闹得太紧了 太变态了 就本模倒置 本模倒置 这个社会太变态了 一定要就扔过来 哎呦 又痛了 一定要就扔过来 太变态了 不就扔过来的话 这个社会就没有前途了 又痛了 嗯 哎呦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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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ト 有了很多的痛苦 我就是 早就知道这个事了 让真正的发明者 承受了好多痛苦 我的发明实际上很多的 但是因为看到这个 这个样子的话 我有好多战略就送来了 我没申报 我说那给你有这个 我有一个技术 我给你吧 包括我和台商换了一个技术 我白送给他 后来温川大地震的时候 我对他说你给我 这样五百万户 手套 后来那个 公司 很快就这样出去了 当时还给我 写了书法 还给我写了一个 还做了一首诗 我现在 因为我 对这期不是太感兴趣 所以这个事情早就忘了 有没有保存 或者在书上哪里面 可能写过这个事 当然 没有把它拍下来 没有好好的保存 因为我这个看得很淡 那就这样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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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